中文字幕 ص 校車國文 因為我一直鼓吹小朋友校車上的可以聽 所以會發佈的時間一到五的話就是5點15 也希望小朋友剛坐上校車的時候可以點出來聽一下 然後如果是禮拜六的話就是4點15 就是放學4點 所以他們就開玩笑的跟我說 老師你乾脆改名叫校車國文 我想一想好像也是 校車國文好像比較有趣一點 來大家好今天是那個 大概讀的第七本拖延心理學 那因為我好幾個小朋友 好多小朋友都有這樣類似拖延的症狀 是嚴重或輕微 最主要這個拖延也不是說他不認真 而是因為特殊的心理現象 或者是特殊的想法產生了拖延 那我們現在講到這裡了 自我覺察了 剛剛說你什麼是拖延 然後他有拿物種人主要的性格 然後形成過程是什麼 然後現在要自我察覺了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很像好久以前 我們的先賢莊子就教過我們 要怎麼樣破除我自我覺察 我覺得中國人的哲學 真是太有智慧了 如果有機會我再把它放在一起講 那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已經講到第七個部分了 這個部分是在探討自尊的問題 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尊 沒有辦法肯定自我的價值的話 那會產生超多問題 那大部分拖延 大部分都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看 自尊方面要怎麼樣去調整 第一個誰是你的榜樣呢 萬一你的榜樣太高 你造成太大的壓力 那你有印象嗎 這就變成第一種人格 他是完美主義 因為榜樣太高了 所以他就變成完美主義 我們來看一下157業局的 這兩個例子會讓你更清楚 那我希望你如果有空的話 最好可以買出來看 那沒有空的話 你就跟著我的影片看看 你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還是你的孩子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如果有 怎麼幫他比較好 來看看 在157業 這個人格 他說呢 以下是一些拖延者 告訴我們的例子 他們覺得這樣的樣板 影響了他們的拖延習性 一個男子提到說他很怕父親 他的父親呢 事業很成功 而且從小出生貧困 努力向上 後來成為獲得肯定的科學家 他的父親非常認真 總是在電腦前埋頭苦幹 床頭櫃上放滿了黃色的筆記本 上廁所的時間 也不忘閱讀科學期間 父親常常對他說 如果你不做重要的事 就白白浪費人現在所處的位置 這名男子不斷驅策自己 效法父親 對他來說 純粹為了樂趣而做的任何事 都是浪費寶貴的時間 久而久之 他難以承受這壓力 他常感受到壓抑 無法做任何事情 那 相反的 另外一個拖延者是餐廳經理 他的拖延常常讓餐廳經營陷入困難 他出生大家庭 覺得家中女性只是 不用做工作的家庭主婦 剛剛這如果是害怕失敗的壓力者 那這就是害怕成功 他有什麼害怕成功 因為 他覺得能為丈夫和子女活著就心滿意足了 所以他雖然自己抱持著女權主義的觀點 但是呢 會覺得家裡 家族裡的女人都是失敗者 那他決心自己要有一個忙碌的事業 但要擔心自己忙於發展事業和家人 漸行漸遠 而失去家人的支持 所以他的拖延呢 就讓他的事業無法發展 像這樣子有一些一不小心產生的扭曲的一些心態 其實都會讓我們的那個成功更晚來到這樣 那這種榜樣定的太高是一種主意 另外一種呢是因為他喜歡自己的榜樣 不小心把自己的榜樣理想化了 所以呢標準也就變得很高 然後所以他也就壓力過大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看家庭態度 家庭態度最怕的就是 大家會傳給孩子或者是親人們有壓力的訊息 那甚至一不小心 希望讓對方更好 但是卻反而讓對方去懷疑自己的成功了 那我最喜歡舉這個例子 就是很多那個拖延症者 尤其是一號類型的完美主意者 或者是二號類型的害怕成功 他在做撐勘跳 這樣跑跑跑跑跑 嘿嘿越過這個桿子 啊他跳過180公分 這很棒的成績了 可是呢他還來不及掉在軟墊上 他跳過去都還沒有來得及掉在軟墊上 享受一下說耶 自己這次跳過180了 他才跳過桿子的一瞬間發現自己過 他就開始想糟了 185怎麼辦 這其實很多時候 家長爸爸媽媽會不小心 讓小孩子產生這種觀念 那我們待會稍微看一下例子好嗎 那最好的狀況應該是這種 讓人覺得有堅強的後盾 不管你怎麼做 做得怎麼樣 你只要好好去做 家人都會成為你的支持 我們來看看這幾個例子 好 讓人覺得有壓力的訊息 通常家長為了擔心孩子們 得意忘形啊 或者是鬆懈啊 都會對孩子講這樣的話 但是其實像這樣子 反倒會給孩子造成很多反效果 你說 怎麼會 我對我老大這樣就沒事 可是老二跟老大就是不一樣啊 你看 我知道你會成功什麼事都能做到 這個其實會給孩子無形的壓力 而且萬一他有事做不到 他就會開始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最相信媽媽了 再來呢 一件事做不好就不值得做 那他所有事都會擔心自己做不好 就乾脆不去做 拿第一最重要 那第二第三第四都去死嗎 好 錯誤是一種腦筋混淆的現象 你必須賺很多錢來養家 你那麼美 週末永遠不會獨自一個人 你是我教過最聰明的學生 這些都會 給孩子們造成壓力 那來看看 這一種 這是我見到最危險的 所有孩子有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家人都一定會對他講這些話 可是家人的出發點 是愛他 可是 不懂方法 不懂原則的時候 甚至 爸爸媽媽的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奶 對爸爸媽媽講過這種話 現在 爸爸媽媽對孫子講這種話 爺爺奶奶也對孫子講這種話 孫子這樣受到了雙倍的夾擊 他怎麼可能受得了 你看 我幫你做數學作業吧 你肯定做不出來 這個媽媽不是真的想幫她做數學作業 而是想要刺激她的小孩 說你不行 想要激勵小孩 你覺得這樣對嗎 喔 你是個一無四處的懶惰鬼 你為什麼會想上大學 當初你要是聽我的 我就不會弄到這部田地了 早知如此 我就不該對你抱那麼多的期待 這句話我聽了最多 所有有這種問題的小孩 都被人家這樣講 我是你爸 我知道什麼對你最好 還有 母親說 哎呀 至少你還算討人習寬 我也曾經聽過這個爺爺 就在眾人的面前講說 啊 還好這個孫女長得至少漂漂亮亮 將來找一個好的丈夫嫁了 他不像姐姐和弟弟那麼會念書 你覺得這個小孩 有辦法能建立自己的自尊 能愛自己 然後能夠把事做好 能夠相信自己會成功嗎 怎麼可能 這爺爺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他也講出這種話 我真的覺得很令人匪夷所思 那教練說 這孩子除了愛抱怨 什麼也不會 那讓人覺得有堅強後盾的呢 舉個例子 希望你們多對孩子講這些話 也多對自己講這些話 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們都支持你 不管你做什麼 我們都愛你 我以前都很怕講完這種話 孩子會去做壞事 可是我發現 感受到溫暖跟支持的孩子 不會去脫軌 那再來呢 雖然我不會那麼做 但我希望你那樣做能成功 你看這是一個建議對方 不要這麼做 但是我是希望你會成功 那當孩子不成功 他就回過頭來想說 老實說的好像是對的 我下一次要聽老實講的 你應該過你想過的生活 別擔心 每個人都會犯錯 人非聖賢 你真的盡力的做得好 不管怎麼樣都有我在 我喜歡和你在一起 隨時歡迎你來 我覺得大家講這些話 最擔心的疑慮就是 啊糟糕 萬一小孩就這樣開始鬆散 開始懶散了怎麼辦 我一開始也這樣擔心 後來我發現 我對孩子講完這些話 我發現小孩不但不會鬆散 休息了一小段時間之後 他站起來 他會更堅強 他會更勇敢 甚至到最後 他根本就不需要靠你了 他有自尊的 他獨立的 齁 一定要 想想看 然後 看看能不能做好 那像這個 像這種孩子 他才剛跳過一百八十 就想著 一百八十五怎麼辦 就像這一次 斷考第一名的小朋友 開始頭痛 頭痛到了臉 一個多月後 為什麼 他開始擔心下次沒有第一名怎麼辦 不要說小朋友啦 我自己的同事也是嘛 我有個同事很辛苦 帶了外交小金兵 然後拿到了 全國第一名耶 是超級厲害的全國第一名耶 結果他一回來 另外一個同事就對著他說 啊 糟糕了 那你這樣明年怎麼辦 都還沒有開始享受到 今年大家一起努力 收獲的成果 就想著 今年第一 明年萬一沒第一就完蛋了 照這種心態下去 那 明年怎麼辦 後年怎麼辦 不要是這種心態 好好享受一陣子 我們怎麼成功的 我們下次要怎麼堅持 成功的快樂 成功帶來的自信 都還沒有享受到耶 應該要掉到軟墊上 站起來 好好接受別人的歡呼 然後想一想自己怎麼做到的 下一次再試試看 沒有成功也沒有關係啊 五種 容易造成拖延的家庭傾向 第一種是施壓傾向 那你看 你要不拿第一 就什麼也不是了 那變形呢 你這麼聰明 想做什麼都做得到 你要去做啦 那你做不到呢 就是你不聰明 就是你人格有問題 就回到了我們之前介紹過的這種第一號的人格 他會把自己的 呃 他會把自己的 欸 糟糕 他會把自己的自尊 看 很脆弱 齁 然後他會把那個 智商 等同於 是這個 一號一號 我拿錯了 我拿錯了 他會把自己的 表 價值等同於能力 他把能力等同於表現 把他跟 成績還有跟智商 掛鉤了 齁 怎麼辦 那 更糟糕的是 如果你有一個完美的兄弟姐妹 你是比較失敗的那一個 家長就認為你失敗 你是被比下去的那一個 這種施壓傾向的家庭 孩子就是 超級容易拖延 再來是懷疑景象 剛剛我們有提過的齁 你沒那個本事啦 你驕傲什麼啦 啊你你投的很好嗎 不過就是一場棒球賽而已啊 你下一場就不見得投的好 你幹嘛投好一場就驕傲 通常啊 這個都是為了要 激勵小朋友 希望他不要鬆懈 然後甚至啊 就是像台語裡面常常講的 齁 替你補一下你 呃 尾巴就 翹得高高的 下次就失敗了 所以都會擔心小孩子太過就是 呃 鬆懈 就想激勵他 可是 其實不知道說這種狀況 其實反而會害孩子 更不願意去踏出下一步 那你看 這個的變形成 我們在 你不會一次斷考考好了 對不對 小朋友很開心跟你說 我考第一 我考一百分耶 你馬上第一個問他的就是說 有很多人考一百嗎 意思就是說 會不會是題目太簡單 你都不能先替他高興一下一百耶 就是一個很完整的表現啊 不然很多人考一百 也是有人沒考一百 你都不能這樣想 你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你考一百喔 那有幾個考一百 蛤 十個喔 那是不是題目太簡單 他都還沒開始開心 然後你就急著 去否定他 所以很多時候 愛之 足以害之 你愛他的方法 如果錯了 反而就是在害他啦 那同樣的 完美的兄弟姐妹 出現在你周到的時候 第一個 他覺得我永遠比不上 他就變成拖延症 另外一種現象 我覺得呢 我要贏過他 然後就有很大的壓力 也容易變成 不是全部都會喔 容易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 這些人格 這些家庭傾向 容易造成拖延 這樣的現象喔 那 控制傾向 什麼都要管 管得非常嚴格的 這種啊 孩子會用拖延 來削弱你的管 管控啦 因為 管久了 然後他就受不了 他就拖延 然後他一拖延 拖到後來發現 你就拿他沒辦法了 孩子長得越大了 你不用打他 罵他都沒有效果 甚至你打他 他都不覺得痛了的時候 那我一拖 二拖 三拖 你就管控不了我了 然後再來 這種是依附傾向的 這是豬 第四種 最容易給孩子的觀念是 你是無法獨立思考的 沒有我們 你活不下去 然後甚至呢 這種現象啊 就比較特別 他過度期待孩子 去照顧其他的家庭成員 這時候孩子壓力就會很大 他就會覺得說 那久了下來 他就覺得沒有家人 他一定不行 那面臨關鍵 成功的關鍵 需要他自己一個人 去做決定的時候 他就會放掉了 那再來呢 是第五種 是疏離傾向 有時候走開 別來煩我 有時候家長是工作狂 或者是他覺得不行 我就是要多賺點錢 來養這個家 可是其實有時候 孩子不需要那麼多錢 他是更多的時候 需要是爸爸媽媽的陪伴 那尤其是 整晚都只看著 電視跟手機的父親 那太早或太強烈的 你就在訓練他獨立 這也不好 前面那種依附傾向 就是都不讓他獨立 那這種疏離傾向呢 就太早或太強烈 讓他獨立 把他丟在火車站 人就走了 他要自己回到家 當然他很快就學會打火車 但是他的心理方面 可能 我們說的是可能 不是所有孩子都會 但是他敏感一點 他纖細一點 他感受強烈一點 他可能就會產生一些影響 那他可能之後就有這種疏離傾向 那 第四個來談談看 當不小心有破裂跟修補怎麼辦 他提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 那這是兩個職業很多年 非常專業的那個諮商師 他們提出的方法 就很值得我們借鏡吧 就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個 30%的時間 你回到家休息的30%的時間 拿來陪伴孩子 先穩固親子關係 再來呢 他覺得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把孩子 視為夥伴一樣尊重他 你不要擔心他會沒大沒小 他一定會更尊重你 因為你尊重了他 那愛是無條件的 我們來看看173頁 舉到的例子 例如說 孩子可能自 可能覺得自己要做到下面幾點 才會被愛 我是完美的 當他想到 我是完美的才會被愛 我也能輕易做到別人 輕易做到的事 這怎麼可能 每個人都不一樣啊 再來呢 我的成功不會威脅到你 我遵守你的規矩 他覺得這樣才會被愛 我總是以你為重 我對你的要求不多 我可以為了你變成不同的人 這些條件代表 孩子希望被愛的想法 但那希望 是不是能夠實現 或者是不是能夠 輕易的實現呢 其實孩子努力讓自己符合認定 該達到的條件 他不見得就能獲得關愛耶 那如果他是在這種 這麼狹窄的關愛下 條件下獲得關愛 那只有某部分的他受到關愛 那拖延呢 就是把部分的自己隱藏起來 以維持他的假設成立 所以孩子可能覺得 這是他獲得關愛的唯一方法 就是拖延 然後把不被愛的那部分隱藏起來 他就會產生很大的壓力 然後他扭曲之後呢 他就開始拖延 沒有辦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甚至他根本就沒有自尊心 他不覺得自己適合受到尊重 也不覺得自己有價值悲哀 這樣的孩子啊 當然就沒有動力啊 那我今天就稍微先分析到這裡 就是演練給你聽 希望你也是一樣開車的時候 可以跟孩子聽一聽 然後甚至啊 如果你們沒有吵架 馬上可以互相的說說看 對方哪裡有做得好 哪裡沒有做好這樣子 也許當下心情會有點不好 但是勇敢面對啊 才會有收穫 那下一則呢 要講講看 克服拖延的技巧了 有哪些具體技巧 萬一你們真的有 自己有 或者是孩子也有 或者是 你的朋友的孩子也有 可以幫忙建議一下 都不會吃虧的 試試看 大不了就停下來不做 好那今天就先講到這裡囉 校車國文 晚安晚安 喜歡的就幫我訂閱分享跟按讚 讓更多人可以看得到 接到一點點幫助好嗎 好嗎